赶快,我们请教我们一个风水的秘法 是可以让我们防小人招贵人 对,其实风水秘法当中 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流年的一个方位 例如说像2016年,小人方就是在东北方 还有一个方位叫西北方 但西北方叫做,今年的2016年 西北方就是三臂争斗星 争斗星叫做明枪易朵,暗箭南方 表示说小人会来跟你争斗是非 来跟你抢夺你的利益的关系 所以今年如果你要防小人的话 我们在西北方要好地做布局 尤其争斗星来搞是非的地方 你一定要把它做一个化煞 我们今天教这个秘法 就是帮助你的化煞为财 化小人为贵人的一个风水秘法 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就是第一个你要准备一个腕 这个腕的话大概一个手掌这么大就可以了 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你的小人要把它掌握在你的手掌之中 在你的掌控之中 所以这个腕呢 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就OK了 然后呢 还要呢 就是一个黑钥匙的水晶 那这个找一个黑钥匙水晶的碎石 就没有问题 因为黑钥匙呢 本身呢 具有挡这个灾难啊 还有防小人 然后去除灰气跟煞气的作用 还有呢 就是一个止水晶的碎石 那这个止水晶呢 本身呢 有招贵人的一个作用 以及呢 开智慧 例如说呢 有时候犯小人呢 代表说我们人呢 比较空亡 比较思虑呢 比较不清楚 所以呢 必须要靠一点智慧呢 来帮助我们呢 把这个判断什么是小人 然后你的贵人在哪里 要怎么把这个厨师呢 用得更圆满 所以可以用的止水晶 那以及呢 你也可以剪一个红纸 红纸上面呢 要写上自己的姓名 还有出生的资料 代表呢 为你自己祈福的象征哦 还有呢 你还要再找一个 具有十二生肖图腾的古铜钱 代表呢 你可以招贵人财 代表说呢 你一年十二个月呢 都有贵人来帮助你 来护持你 这个意思哦 还有 最后一个呢 就要准备一个粉水晶球 因为粉水晶呢 代表一切圆满哦 而且你要找圆的哦 粉水晶球 好 当你这些呢 所有的物品呢 都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要如何来做这个布局呢 首先呢 你要把这一个呢 黑钥匙的碎石呢 放入第一层这个瓮的里面 把它倒进去 好 倒进去之后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呢 请君入瓮哦 代表就是说呢 一些晦气呢 把它抵挡回去的象征 小人呢 没有办法呢 伤害你 然后第二层呢 就放这个紫色的水晶 紫色的水晶呢 就依序把它铺满 总的满度呢 大概有八九分满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 再放上呢 我们的红色的 写上你自己姓名的一个 圆色的红纸哦 把它铺上去 是 最后呢 把这个十二生肖的古铜钱呢 把它压在你的姓名当中 哇 代表呢 就是说呢 一年的十二个月呢 十二个时程呢 都可以帮助你呢 招来好的贵人运 那最后呢 把粉水晶球呢 压上去 作为呢 它的基底 这样子的话呢 代表你的事业呢 你的人和呢 都可以圆圆满满的象征哦 那这样的一个证法呢 放在呢 2016年的 西北方的位置呢 就可以帮助你呢 化解这个小人的问题 招来好的贵人运哦 是